- 哇塞地蛇是你 歡迎到ml6.com 並且輸入優惠碼 NnoiX即可享有5%優惠喔 哈囉 你好 我是Nos 好 今天的話 我們也要繼續見 我們買聽模式今天的時候 介紹卡片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 英雄蛋白石版本這個 LeBron James 那這張卡片的話 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時間點出的話 一般來說 我不會把他拿去打一個控球後衛 因為他在身高上面的話 是沒有辦法比的過Yanis at the Quimbo的 他這邊是6尺8的身材 不過呢 我得跟各位講解一下 LeBron James這張卡片 他的這個運球的這個節奏的話 算是在NBA2K裡面 算是頂級的一個運球節奏 這個是得跟各位稍微講解一下的 而另外的話 他這邊的話 也有10美分 包含了這個防守的這個能力的話 也是到達非常非常頂級的一個水準 所以我這邊跟各位大概講解一下 這張卡片 究竟適合打哪個位置 以及他究竟能在場上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那我這邊跟各位講解一下吧 好 那這邊6尺8的身材 給各位看一下他的整體數據的話 這邊可以看到 在這個控場三分球部分的話 來到96 沒有到頂級的三分球 不過其實整體來說已經OK了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扣籃方向鍵的屬性的話 是全部都99 罰球方面來到95 罰球方面來到95是可以的 因為他其實本身 他的罰球其實有一點點難罰 這是我對這張卡片的最主要的看法 好 在這個背欄的這個 後仰跳投以及這個 控球勾射方面的話 都來到這個非常好的一個屬性 就勾射的話 其實因為他畢竟不是中崩 所以他勾射不好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不過最重要是他後仰跳投OK就好 好 我們這邊再來看他的控球屬性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控球屬性來到92 傳球視野來到99 所以這張卡片的話 極度適合當作一個控球後衛 那這邊的防守屬性的話 我剛剛也有跟各位大概提到 就是這張卡片的防守屬性是來了一個頂標 我們原本以為Paul George這張卡片的話 算是一張鎖防衛 就是6-9的一個鎖防衛 沒有想到這邊LeBron James出了之後的話 竟然是給他6-8的一個99的鎖防衛 這張卡片的話算是頂級鎖防 這張應該跟Quilent來說的話 會比他更好一點 因為Quilent6-7 這邊LeBron的話是6-8 所以這張卡片的話 在防守屬性方面的話 肯定是會比Quilent6-9 甚至Pro George還要好一些的 那我們這邊再看藍白衛屬性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進攻藍白衣 防守藍白衛來到95 卡位的話也有94 那這邊我們應該可以 想像的到他力量的話 應該不會低於90 我們這邊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整體的運動能力的話 來要速度99 99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我們再可以看到持久加速97 所以97持久加速的話 以控球後衛來說 他可以切入之後 直接進行一個爆扣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 加速能力以及彈掉能力的話 都來到99 力量的話來到94 運動速度的話來到98 整體來說這張卡片的能力 是頂級中的頂級 所以我這邊覺得 在我眼裡啦 這張卡片適合打三號位 而不適合打控球後衛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就講個簡單的例子 當你已經有Ben Simmons 當你已經有Matic Johnson 你又何必讓LeBron James 去打一個控球後衛呢 是不是 這是我對這張卡片的一個想法 這張卡片如果是再早一點出的話 這張卡片或許 能力上的話 雖然是棒到一個極致 但是確實就以身材來說的話 他可能會稍微遜色一些 如果這張卡片去拿去 比這個Ben Simmons的話 可能 還算可以 LeBron James的話 可以守住Ben Simmons 而Ben Simmons這邊的話 可能要守住這個LeBron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 這個就是有點 互爆的一個概念 但是以身材來說的話 我更推薦於六尺十的這個Ben Simmons 那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他整體的這個 徽章的部分的話 可以看到他還有21個明朗徽章 分別是 單機快攻 好鬥者 中距離神二手 美距離神二手 射程無限 倒球者 高難度投籃王 擋切突破大師 難以阻擋 防衝主角者 兼人特分手 夜遊投籃手 石美芬 擋切大師 花式傳球 個人扣籃大師 背藍轉身大師 空中魔術師 炮頭大師 無形終結者 這些屬性 那我們在這些屬性中間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這邊有一個好鬥者 好鬥者的話 我跟各位講 這張卡片是 如果他打空球會有個好處 他可以去消耗掉對方的一些體力 因為空球者是所有球員裡面 消耗體力最大的一個點位 所以這邊可以跟各位講解一下 當一個空球會有體力沒有的時候 你運球很容易會掉 所以包含這邊 抄劫屬性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是紙牌的一個 好鬥者的話 你這邊去撞人家的時候 很大機率可以把別人撞掉半條體力 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這張卡片打空球會的話 甚至連字母哥都不一定有辦法 就是扛得住他這個 消耗對方體力的這個好鬥者 這是我跟各位講解一下 這個他的最主要的能力 那這邊有看到 十美分以及花式傳球 這些我就不再 另外再多提了 他這邊可以幫助隊友很多 那這邊的話 包含一些貝蘭 然後一些炮頭大師 這些能力的話 都是讓他有更多的這個得分能力 所以這張卡片的話 算是攻守一體 非常好的一張卡片 然後包含追蹤火鍋大師 然後射程無限 然後遠距離神二手 有沒有底角三分 有沒有底角三分 看一下有沒有底角三分 呃 看一下 底角三分在金牌 不過他這邊有射程無限 遠距離神二手 加這個介入突然手 最主要就夠了 底角三分的話 其實他因為他是控久者 所以他不太需要 用到這個底角三分 好那這邊我們整體的這個屬性看完了 那我們就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勒布隆劍在球王上面的表現吧 好那我們這邊就話 就來到球王部分 給各位看一下勒布隆劍 在球王上面的一個熱區 然後這邊是全熱區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來測試一下他的投籃 他投籃在底角這邊的話 我是真的不能忍啊 我說實在話 他真的是沒有辦法 你看如果我在這邊 假設我在這邊 喔之前卡片有個bug啊 他就是 沒有辦法站在底角三分球線上 你知道嗎 他就是 他會往前踩步 然後滑出去 他就是不給我站底角三分球啊 這個是我之前對這張卡片有一個 類似 就是 之前我對LeBron James有個偏見啊 就是他三分球投射是真的爛啊 就是在底角三分球部分的話 他真的投射是讓我真的很痛苦啊 這張卡片我不知道有沒有修正啊 但是至少我目前看來 對他可能還是有一點點沒有那麼修正 說實在話 所以這邊如果你真的要讓他投射的話 建議是在 五頂位置 以及這些 像是這個45度角這邊 不要站在底角頭三分啊 畢竟他這個底角三分球的話 也只是金牌而已啊 你讓他加成那個 其實我反而覺得那沒有那麼好 好我們這邊直接來給各位看一下 他如果有石頭的話可以中擊吧 他投籃姿勢是真的沒有到 讓我覺得很舒服 哇他兩拳都沒進欸 好 3中1 1中2 1中3 6中4 7中4 8中5 9中5 剛剛是9中 10中6 大概6層的三分球命中率啊 我是說真的 他的投籃的感覺是真的沒有到很舒服你知道嗎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太喜歡讓他投籃你知道嗎 我反而覺得他進去切入扣籃就夠了 他切入扣籃是真的好用啊 這絕對沒有任何可以值得疑問的部份啊 如果你真的要讓他打三號位的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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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個實在話好不好 我這邊我也沒有要護航誰的意思啊 我覺得這邊你反而讓田瓜來打三號位好一點 我說個實在話是這樣子 但這邊的話如果你把他打控球 會不會讓志姆哥打三號位 或許是一個解法你知道嗎 如果你想要用這張卡片的話 因為LeBron James他的這個英雄動作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邊就可以有一部 有沒有看到 剛剛有一部可以直接過了部份 所以這張卡片的話真的是適合打控球會 但是就是在因為有志姆哥這個 投籃卡之後的話這張卡片 為了讓這張卡片上場而把志姆哥放三號位 或許是可以啦 就是你打雙控後的一個概念 就是 例如說 LeBron James打控球會 那底角這邊的話你可以傳給志姆哥 志姆哥再傳給例如說Larry Bird 或是Kermelethany 這邊來進行一個三分球投射 這邊也可以有 兩個這個 十美分的一個可能性啊 這樣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這張卡片 真的要把他拿來打控球會嗎 這是一個巨大的疑問啊 這邊我 是保留太兔啊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LeBron James在場上的一個表現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對方的陣容啊 好這邊的話讓Ben Simons打控球會的話 這邊就剛好可以來測試一下 Ben Simons跟LeBron James的話 兩個人哪個球員會稍微比較強一點 好那我們今天比賽的話就即將開始囉 我先讓Morako Jiren來上場的話 我覺得我這個Larry Bird的這個位置 可能是 吊著打 可以可以這邊 首先先跳到球 三點燈子的話 是讓LeBron James會比較好來做一些發揮的 這邊直接果然一個斷球 破鍋蓋頭上 這邊一開始沒有把球控好 這個很難辦 你身高來說其實六尺十跟六尺八尺十 你就以看起來的話應該會還蠻蠻 喔呦 幹 嗚嗚 嗚嗚 哇 說地蛇是你 哇 哇 地上一個360度 用你他媽老二那邊給我旋轉欸 成分 完了 哇 怎麼體力直接沒掉了 直接量了欸 給 抓 LeBron 欸 欸 我給進去 上來啊 操 不是啊 我剛剛給進去啊 這邊肯定貼著你要死復活的啊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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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打我臉啊 敵義 手術你啊 就給LeBron Gems OK 這邊直接一個 Ultre Bird上籃 輕鬆 快速解量 欸 欸 他媽的 我真的是氣死欸 欸 給我他媽進去守好好不好啊 LeBron 我叫你跳 你在那邊給我吸氣笑臉 好 這邊幫我打槓拆 來 切入 無果 哇 要讓你搖去打這個PoGeorge 那個 我就 打開 上來 投球 不行啦 我跟你講 Michael就是你那個位子給我老子貼好喔 臭你的 然後 我手貼 我手貼 不下來 臭你 算了 是啊 嘿嘿嘿嘿 我猜 換位了嗎 換位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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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位 啊 我只是 啊啊啊 我應該往進去再貼一點了 LeBron 來 換位了 JAMS 一個三分球 外線 大空檔 BAMBAM 爽啊 喔呦 哇 這個船 這個船牛逼 哎呀 這個 棋子山真的不好守啊 字母衝刺 外線三分 沒有 沒有綠也會進啊 我剛剛想說那球不會進 我就想說沒有進 看一下 看一下 哎 這邊斷 斷到頭 LeBron 上去 好 這邊讓過了姚明 目前 一分一助攻 下 沒下沒下 這邊再給 呃 這邊給三號位 咻 舒服 這門哥加LeBron 兩個在場上的時候 其實說實在話 還蠻好用的 因為就是你有兩個控局點位 你不會就是 像是Michael Jordan這邊他 如果這邊被 這個位置被守住的話 基本上就很難打了一個情況 哎這邊謝謝 哎這邊 いただきます 啊 臭你啊 嘿嘿嘿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哎呦 臭 給給老子 給老子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老子 低腳 欸 不然 跟低腳不近是啥概念 來這個 輕鬆干擾 打下 來 拔著 超撤 三分 咻 呃 沒去 哪 過來 不是啊 不是啊 我總覺得我們命中率沒有到很好 欸 看 欸 不不不不 倒在地上 不要啊 哇 啊~~~ 怎麼肥事啊 LeBron 飄一把 喔 齁齁齁齁齁齁 志門哥 把志門哥飄的速度賊快 下來 欸 沒拿到 SINGIS 來齁 唉呦 靠 哇 麥克風就能往我頭上扣過來欸 唉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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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班西門斯真的很討厭 他真低戳 欸 謝謝 給了吧 阿你阿嬤 欸 內球沒有進 啊 內球居然沒有進啊 麥克風卓爾登 這邊沒有機會 想傳 傳不進去 哇 他居然多進了那一步 真低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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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秒 我也沒有機會可以投球啦 阿 你阿嬤 給球 第1節 主要目前是20比16 那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嘞 那我們現在來到是第2節 那我現在應該是還不用換球人下去 下來 抓球 字母哥哥 中頭 唉呦 水呦 好 我想說 那個73在我前面頂著我還可以投 果然 字母就是字母 唉 這球沒有 唉 屎 唉呦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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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幸好 幸好 很講破局這張卡片未來沒有人要用啦 就說了實在話 69 但是防守屬性又沒有到頂級 未來又是LeBron的天下啦 波羅基辛斯 這邊 再回給 看 這球居然是船 船歪掉了 不會吧 哇 我以為那球我居然 可惡 這邊直接扣籃 唉呦 如果你同時擁有字母在同時用 不是 不是 噢 唉 不是 你真的 大鳥 你他媽的可不可以好好守一下 好 看要測試他背欄 轉不過 Shit 當轉不過的時候我這邊只要使用B計畫啦 後來 當然也可以 ok 好 我這邊就死守Michael Jordan這個點 阿 每天都 穿球穿在Michael Jordan這個點位上面 一對防守 絕對鎖死 絕對手 手都要歪掉 沒了吧 沒了吧 不會吧 這又進了我就吃大便啦 唉呦 這邊直接犯規 這邊沒的 沒的 我基辛斯 外線大控檔 你阿嬤個 大西瓜是結果沒有進 那球 外線大控檔 唉呦 哇 我一個穿過阿斯的88 真的是受不了 阿嬤目前是 11分 二籃板 四足弓 一個全天性表 Sick 唉 小心頭 這球給字母 唉呦 Shit 我最後沒有給到 Bron James 太神啦 James 好 PourGeorge PourGeorge沒有10秒分 唉 這邊給外線 這個是誰阿 Kevin Garnett 阿 直接跳投 是死吧你 唉 唉 唉 Shooting Guard BAM 唉 舒服 得分射手 Kevin 完了 哇 Shit 有 Kevin 趕緊這張卡片 真的 未來會出99 我就覺得這張卡片 交換也不錯 但是 目前看起來他身材的話 60 11 應該是吧 扣籃 BAM 這球 沒有他的 拿出他的 那個帝王爆扣阿 我覺得那球就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尷尬 發覺還好欸 我發覺還好欸 那球我已經 基本上守到了 那球就是運氣阿 一步過 步步過 太神啦 LeBron James 唉 這張卡片說個實在話 比我想像中還好 我原本以為這張卡片可能 唉 就升高上面 唉 那個 跟Ben Simmons手 那也就不太可能了 原本也會是這樣的 我發覺 因為他 防守屬性99 真的很誇張阿 所以他這邊在對位一些 像是 這個Ben Simmons的時候 也是有一些不錯的一個效果 好 那我們直接叫三個暫停 那我這邊讓 球員回復一下體力 好 對方直接跳了 這個 這個就不用講了吧 這張卡片 的威能 大家看到了吧 我用了半場對方就跳啦 我之前用其他球員 還要三場他來跳阿 這個半場就跳啦 所以這張卡片我覺得 嗯 不錯 各位如果有些賢錢的話 這張卡片一定得買起來 LeBron James這張卡片 唉 真低牛 原本以為他的身材 6尺8會讓他整體的 這防守 我心 沒有到很好 可是沒有想到看 這個99的干擾投籃 真的是會讓對方整個 很細你知道 我覺得這張卡片 甚至連志姆哥 都有機會守得下來 這個是我得跟各位 大概講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擋拆之後的一個換防的話 這邊就可能會是志姆哥 再更加適合一點 因為你可以想像一下 對方只要一旦換防之後 你會面對的話 是一個7尺2或是7尺3的一個球員 包含一下 Posinkis 姚明 Mark Eaton 甚至是天狗賈巴 這些球員的話都會出現 所以這邊的話 一旦被換位了 一旦mismatch 你就很可能會 因為失位而被禁了兩分 這個是 LeBron Jump這邊一個小小的一個 我覺得沒有那麼適合 打控救護衛的部分 那其實事實上 他打控救護衛 跟志姆哥一起配合的話 他的能力真的強到爆炸 這個剛剛花了半場 就為各位證明這件事情 好啦 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喜歡這個留言 我各位喜歡的影片的話 不要喜歡下方的訂閱 不要按下小鈴鐺 收藏關鍵 之前沒關鍵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了解